那我在提的其實是一個政治議題 我不是在請教蔡英文主席 而是我在請教一個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在一個擔任要爭取這麼高職位的人 國家最高職位的人 我想不只在台灣 在全世界 只要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頭 他都必須要被透明化 所以後來如果你看到了 我寫了名樣的總統候選人 我是說我對這個人非常不了解 我用心的了解他 結果到了最後連性傾向我都不知道 我當時的話也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後來很多人就噼哩啪啦 那就是把我悟名化我的行為 是後來你知道的那些話 其實是別人塞到我嘴巴裡頭 我根本沒有講過瑞士的話 那就我剛剛我看金娜也提到了 我坐牢出來 台灣有第一次的同性婚姻的時候 我是出席的 我在護法出席的時候 外面竟然 我沒有想到這麼 坦白講我那時候 我沒有想到這麼嚴重啊 我在裡面 結果外面竟然有喇叭聲 喇叭罵我 說史密頓你怎麼可以參加一個同性的婚姻 是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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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剛才提到一位 我 我都很開玩笑 我把悲劇當作一個比較玩笑的來講 但事實上我是很痛苦的 我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多少年 突然間她走了 走了以後她的 辦理 連再進去家的權力都被剝奪掉 所以我那種難過 後來她的哥哥 媽媽從美國回來 哥哥打電話給我 我跟她講話幾乎都要哭出來的感覺 所以去年我們到美國 我們還特定我帶來我們兩個小女兒 參加了紐約的同性遊行 有一對大概三十五年在一起的 一對同志戀人 他們就坐在輪椅上 坐在推動的車子上面 所以我們已經在一起 三十幾年 竟然還沒有辦法結婚 那個時候剛好紐約還沒有通過 每一次玩都通過 所以你剛剛來查我這個問題 跟林瑞雄先生完全不一樣的 作為一個總統 因為你知道嗎 我寫在那邊的民營總統候選人 因為我們法律不允許同性的婚姻存在 但是法律規定你只要你擔任公職 擔任總統你的財產必須要申報 那麼假定 這個有一個同性的男的同性 因為法律不允許 所以他當然沒有異性的辦理 所以他另外一個辦理的財產 就會變成他隱藏他的財產的犯罪的行為 那他同性的辦理 法律上也沒有辦法限制他 不應該任命什麼樣的職務 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 是可以化解避免這樣的漏洞存在 所以我想姚老師我這個朋友長期 我長期在我們在對於同性戀 婚姻的問題 同性戀的那種 不能用同情的坦白講 這就是他們貼付人權 這就是他們基本人權 我們沒有權利去剝奪他們 我只能這麼講 講得太多的話都沒有意義 它是基本人權 那我在兩年前看到一個 法國的一個小學的教材 在YouTube上看到 就是一個小學生 他們在音樂課裡面教的一首歌 叫做《我有兩個爸爸》 它裡面的歌詞就是講到 這個小孩說他是兩個爸爸 兩個男人去收養了他 他從小過得非常快樂幸福的日子 因為他覺得他跟所有的其他小朋友 沒什麼不同 他在充滿了愛跟和平的這種環境裡面 他覺得兩個爸爸給了他這麼多的愛 讓他這樣快樂地長大 所以那首歌給我一個很大的感動 因為我在電腦前面看著YouTube 我就不禁流淚 那我想 我真的很希望這一天的到來 真的快一點到來 所以真的這個如果可以從 落實在教育裡頭 當有一天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唱著一首歌叫做《我有兩個爸爸》 或《我有兩個媽媽》 這樣我想那真的是一個大同世界的一個雛形了 還有我第一次看到施主席在媒體上的那篇文章的時候 那個神秘的候選人的時候 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其實我跟幾個同志的朋友也經過一番討論 其實我們是贊成的 對 就是如果我們國家的國民對於一個總統候選人 而且他萬一將來如果真的變成總統的時候 而我們對他的床頭人竟然一無所知的時候 這對於一個國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福佛 福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頭子 他是一個同志 但是他不但是迫害同志 而且他經由掌握了國會山莊裡頭的那些眾議員們的 同志的秘密 由此來操控政情 所以我覺得一旦在某種國家長有權利的人 他的床頭人竟然是一個可以被操弄的秘密的時候 這個國家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 所以我在這一點雖然我身為同志 我對於同志的所謂的隱私的那種感受性 其實是非常的強烈的 可是我也不經意必須要同意施主席的這樣的一個質疑 那個姚老師在法的層面上他談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要給各位看這張圖片 這個人呢是澳大利亞的財政部長 他是一位黃種人叫做黃英賢 這個是他的partner 他的lover 在澳洲應該是合法的 所以他的同志伴侶 這個是他今年12月11號呢生了一個baby 他們是用在這個捐金 他們是一個couple 的時候呢澳洲的總理吉拉德表示祝賀 我跟各位看這個故事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全世界沒有不出櫃的政治領袖 什麼叫做政治領袖 不是在法律的層面 如果你只是談法的話 你可能就是官僚事務官 政治人物是要從事公共事務的人 那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要求 除了法律的層面還有很多的道德 不然我們不需要討論國家的什麼人格啦 總統的什麼 都不需要討論啊 合法就好啦 這是阿扁最愛講的一句話 所以冰島的女總理 出櫃 巴黎市長出櫃 澳大利的財政部長出櫃 冰島的女總理在出櫃的時候 冰島並沒有同性婚姻合法化 冰島的女總理在冰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 之後的第一天就去登記 在西方的醜聞是什麼 是你隱匿你的性傾向才會變成醜聞 所以在西方以政治的道德標準來講 沒有不出櫃的同性戀政治人物 因為那是最基本的人格跟道德的要求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很難看 你可以出櫃 不管得櫃都大的 一開始 與歸 歷史